1月31日下午,楼市突然传来了一个重磅消息 上海官方宣布面向房产税的纳税人减税 上海国税局发布的文件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等规定 自2019年1月1日起 本是按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房产税的纳税人 房产原值减除比例调整为30% 估计很多人看了一头雾水 是不是搞错了 房地产税都还没有出台 上海这减的是哪门子的税 有的人或许清楚 在上海、重庆率先试点了个人房产税 看来上海是在面向个人减税 这是楼市的大利好吧 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 首先得澄清一个概念 中国正在酝酿征收的是房地产税 目前尚未立法 所以这个税种还没有诞生 但房产税诞生已经很久了 一直在征收 但基本上不涉及个人住房 房地产税和房产税 这两种税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但却完全是两回事 房产税的征收依据 是中国国务院于1986年9月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 当年10月1日就开始实行了 但暂行条例里明确规定 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税种的存在 这个税种主要是针对企业征收的 这项条例规定 第一房产税依照房产原值 一次减除10%至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 具体减除幅度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没有房产原值作为依据的 由房产所在地税务机关参考同类房产核定 第三房产出租的 以房产租金收入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 第四房产税的税率 依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的税率为1.2% 依照房产租金收入计算缴纳的税率为12% 从第一条可以看出 这个税真的只是房产税 而没有涉及到土地 因为房产的价值会随着时间推移增值 其中主要是土地价值在上涨 而这个税种征收的依据 是原值而不是评估值 也就是说同样一个区域 同样档次和面积的房子 假十年前买花了200万 而以今年花了800万买 他们交税的差距会达到4倍 这就是1980年代的印记 那时的中国人还不知道 未来房价可以这样剧烈变动 财政部官网发布 2018年财政收持情况 其中就有房产税的详细数据 可以看到在2018年 全国房产税征收入库 接近2900亿元 上海在1986年11月 制定了上海市房产税实施细则 1991年有过修订 细则规定 房产税依照房产原值一次 减除20%的余值计算缴纳 至于税率免征范围 都跟国家的条例一样 1月31日上海宣布的新政 就是把之前规定的减除20% 增加到了减除30% 换句话说 以一套原值300万的房产为例 如果不能免税 那么按照上海的旧版细则 每年需要缴纳的房产税 是2.88万元 经过这次调整之后 每年房产税是2.52万元 但这次变动 主要针对的是企业纳税人 相当于面对企业减税 所以上海国税局公布的一份 关于调整房产税征收事项的解读材料说 这次举动将进一步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实质性减轻企业负担 至于上海从2011年开始实行的 针对个人购房者的房产税 也是依据上述条例制定的 但有较大不同 上海针对个人的房产税试点 一开始就宣布房产税 暂按应税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70%计算缴纳 也就是说 中国国务院条例里允许的最大折扣 也就是7折 个人购房者已经享受了 而企业购房者 是此次新政才享受到的 个人房产税的税率 上海是按照0.6%和0.4% 这两个档次执行的 也给予了充分优惠 房价超过上年度 新建商品住房 平均销售价格两倍的 也就是所谓豪宅 适用0.6%的税率 普通住宅适用0.4%的税率 上海实行的个人房产税 主要针对上海户籍家庭的第二套或以上新购住房 和非上海户籍的首套或以上的新购住房 但试点宣布之前购买的住宅不征税 本市居民家庭每人可以享受60平方米的减免 比如一户上海户籍家庭 有三个人 家里有一套50平米和110平米两套住房 虽然有二套房 但由于总面积没有超过180平米 是不用交税的 因此此次上海降低房产税 不涉及个人住房 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给楼市托市 而是给企业降低负担 即便是如此 上海此次新政 依然对上海楼市构成一定的利好 毕竟企业持有上海不动产的成本降低了 而且这可能传递一个重要的信号 房地产税立法或许会继续积极稳妥的推进 但房地产税全面落地或许会推迟 中国目前面临显著的经济下行压力 减税降费是刺激经济拉动内需的重要手段 中国政府不仅在面向企业减税 也在面向个人减税 而开征房地产税等于面向个人和企业 尤其是面向居民家庭加税 显然跟现在的基调不符 1月21日 中国高层在省部级领导干部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曾这样谈到了房地产 要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长效机制方案 我们以此分析 长效机制看来 会在短期内基本成型 但被要求稳妥实施 有时候解读 中国官方的发言 需要逐字逐句分析 中国高层使用的措辞是稳妥 而不是积极稳妥 这是耐人寻味的 此前全国人大 对国务院做的一项重要授权 也很值得关注 这就是从2019年1月1日 至2022年12月31日 国务院可以提前下达 下一年度新增地方债限额 这意味着 由于不采用大水漫灌的刺激 而致力于转变增长方式 来应对经济下行 那么经济调整期就会拉长 中国高层看来 是做了三年准备的 那么在这三年里 有可能加税吗 房地产税有没有可能 全面落地呢 从上海给房地产减税看 房地产税在2022年底之前 全面落地可能性不大 很有可能是先立法 然后选几个城市 按照新版房地产税 先搞一轮试点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